修行人得道、开悟真的很难吗? 老子说这些其实都太简单了 只要做到六个字就行 大家好,欢迎来到诉说经典,我是素普 自皇帝开始,我们华夏民族就非常崇尚修道 可是修道到底是要修什么东西呢? 直到老子的道德经横空出世 当然,在上古时代,这本书和庄子、孟子、孔子一样 他就叫做老子 因为名气实在是太大 所以背后是篡改利用 才成为了如今的道德经 那么老子这本书为什么名气这么大呢? 就是因为他把如何修道如何得道 写得实在是太清楚,太简单了 但是自古求先问道者多如牛毛 而开悟得道者却凤毛麟角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记性太差 好了,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章节 天之道,其由张公 高者易之,下者举之 有余者笋之,不足者补之 古天道,笋有余,补不足 人道则不然,笋不足,奉有余 殊能有余以奉天下,其为有道者 我们首先来看,天之道,其由张公 高者易之,下者举之 老子说,这个天道就像张公一样 所谓的张公呢,就是我们古人在拉宫射箭时 会把拉宫的整个过程称作是张公 那么天之道像张公一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高者易之,下者举之 那么有一种解释就说 其由张公,形容天道犹如拉宫 在拉宫之前,宫两端的距离很远 而宫柄和宫弦之间的距离又很近 所以只有长度,没有宽度 然而,当这张公被拉动的时候 公两头的长度就变小了 但是公弦与公柄之间的宽度却变大了 这种解释的目的,就是为了迎合后面一句 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那么这种说法对吗? 可以说它对也不对 因为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多次提过 无论是天道无亲,还是道法自然 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不干涉,不自身的 所以根本不会有一双手去主动拉宫 没有一个力量去主动平衡 公投与公身的长宽距离 更没有一个主观意识说 我要抑制谁又或者抬举谁 所以我们不能用这种解释去应扣 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同时也选择性的忽略了 高者补之,下者举之 在前面我们说过 古人把拉宫的全过程成为张宫 那么拉满宫之后总要松手吧 所以在松开宫的那一瞬间 就叫做持宫 对,没错 一拉一松之间 宫也完成了一张一持 所以说,虽然老子在这里所说的是张宫 但是实际上代表一个拉宫射箭的全过程 那么前面对于这个骑游张宫的解释 形容拉的时候用纵向的长度去弥补横向的宽度 宿府之所以说对也不对 是因为我们要深刻的明白 老子虽然把天道形容成张宫 但张宫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高者易之,下者举之 更不是为了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一张一持是天道的自然动作 一一举,一损一补,只不过是造成的结果罢了 张持有度是天道自然运行所造成的客观现实 而非天道有意为之 宿普一直说的 老子在《道德经》天边始终在告诉我们的是 天道的运行规律 更是天道在道体统语之下运行所带来的客观结果 规律是难以琢磨并且很难用语言穷尽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达老子所描述的天道运行客观结果 就能够通过结果去反推规律 这就是我们在天篇第一章所讲过的 既知其子,父守其母的深刻道理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通百通 把这种运行结果去套用到万事万物当中去 这里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 之前在天篇第四章所讲过的 旗游驼月 老子所形容的这个驼月 也就是拉动风箱的天道运行规律 是不是和高者一只下者举之一曲同工呢 风箱此消彼展的反复运动状态 正是这里的高者一只下者举之的道理 也就造成了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结果 老子随后总结说 古天道损有余补不足 人道则不然 损不足奉有余 这段话非常的现实 可以说是道德经理经典中的经典 更是真理中的真理 老子用如此简洁的六个字 便直白地道出了宇宙的实相和生命的真谛 虽然说同样是一损一补 但带来的结果却是天然质变 损有余而补不足是天道自然的选择 不刻意不造作 消耗过剩的来弥补不够的 其结果就是万物自发的趋于平衡 互惠互利和谐共生 而反之则是混乱的源头 最终会遭致灭亡 这其中我们更要深刻的明白 损和补所代表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自然选择 包括阴阳转化 五行生克 有无相生 以及这世间的一切变化的全部奥秘 都在于这不自身的一损一补之间 首先来说天道损有余补不足 这个在自然界中简直就是最寻常不过的存在 例如植物营养充足的情况下 便会损耗这个营养去大量的开花结果 这是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 损耗多余营养去开枝散叶播种 然而当果实非常富裕的时候 就会掉落在地上 又会化作营养去补育植物 这同样也是在损有余而补不足 天道所谓损有余补不足的客观事实 依旧是建立在天篇第四章我们讲的 其由妥跃的天道运行规律之上 所以我们要深刻的明白 损有余补不足是相互的 是天道万物周而复始的循环轮转过程 更是万物建立在自然个体的生态基础之上 得以维持健康的法则 真理一通百通 放之四海皆准 那么人道呢 人道则不然 损不足 奉有余 这种例子是不是司空见惯了呢 就如同当今这个社会 有多少人在燃烧生命换取金钱 依靠着年轻对身体不管不顾 熬夜加班垃圾食品 充斥着大众生活 你或许会说生活不易难以选择 确实社会就是这样 但你偶尔也要停下来思考一下 有没有捷径可能的去做出一些有力的改变 否则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拿命换来的钱却不足以救你的性命 包括一些野生动物 只是因为身上长着各种价值不菲的艺术品 就被人猎杀到兵威 越稀有就越值钱 最终导致物种的灭绝 这种把不足彻底损光 不管不顾的以此来填满腰包的例子 更是不在少数 又如同我们道家修行人常说的 金满不思赢 反过来说呢 就是越亏须越思赢 越赢些就越亏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天之道七由张公 一个人拉弓射箭 击中猎物饱餐一顿 就又有了力气拉弓射箭 再击中猎物又一次饱餐一顿 如此反复便是生生不息的天道循环 然而有一天 这个人拉弓的时候走了神 射箭射偏了 猎物跑了 于是饿了肚子了 这个生生不息的循环是不是就被打破了 变得越饿越拉不动弓 越拉不动弓就越没有的吃越饿 那问题出在哪 是不是显而易见了呢 就是走神了嘛 人为什么会走神啊 因为人这个所谓 站在食物链顶端最聪明 最高级的物种 聪明到时常胡思乱想 高级到时常被欲望所裹挟 而难以自拔 所以我们修行人常说 要少思寡欲 例如一个人欲望强 导致身体差 你不要想着 我要如何弥补身体 其根本就是在于要做减法 去损掉那些过剩的欲望 这样一来 身体自然就会变好 损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补的开始 此消彼长 包括之前素普在 胎息屁股一期中就讲过 人体五行偏胜问题 有时候啊 很难精准补义 不得一礼 补不到位 会让胜的更胜 虚的更虚 所以同样应该去损有余 不足之处 自然就会得到补充 以达至平衡 最后老子说 孰能有余 以奉天下 其为有道者 这句话就是表示 人道 损不足 奉有余 也并不是绝对的 也并非没有人能符合天道 像天道统一之下 那些自然万物一样 自然循环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呢 其实啊 就是我们在道片所讲过的 真正遵从道法自然 与道法自然之万物和谐共处的圣人 亦或是维护道法自然 而杀法决断的夫者 他们都是老子口中的 其为有道者 圣人其实就是补不足 而夫者则是损有余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老子口中的奉天下 可不是人伦刚常那套说辞 并不是人们常说的 让你无条件回馈社会 又或者说 对帝王说教要如何如何 老子说的奉天下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单纯的损有余 补不足的相互关系 例如古代先民 用余力去开垦播种 去畜牧养殖 那么养的越来越多 人们也就会越来越富足 这种如同天道一般的损有余 而补不足 是永远正向积极 向上的互利互惠 作为一个普通人而言 我们要明白 损有余补不足的道理 用自己的长处去弥补短处 而作为一个修行人呢 我们更要深刻的明白 损有余补不足的真理 因为它对于修行而言 至关的重要 很多修行人打坐 就一直打坐 站庄就一直站庄 因为本身方法就不周全 加上自己不了解身体的需求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诸如有人打坐 越打越腰酸背痛 有人站庄就越站越上火 究竟根本原因 都是在损不足 奉有余 所以大家无论是练习何种功法 都一定要先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 同时明白这些功法的补一效果之后 再去下手 并且一般功法也不是单纯的 持之以恒就行的 还要不断的结合自身的情况 去做出调整 当然 修行当中需要损有余补不足的事 还有太多 因为道家修行的本质核心 其实就是损有余补不足 大家也可以评论区留言 互相探讨补充 同时在这里 素普也想对修习素门吐纳法的同学们说 素普一直和大家强调 我们只需要专注呼吸方法本身 就可以轻松自然的达到置信一处 素普也看到很多同学 讲自己已经有过类似的体验 感觉自己的呼吸停滞了 身体空掉了 消失了 要明白 我们的吐纳法 讨巧之处 就在于这样的状态之下 你不替身体坐住了 身体就会自己去寻找出路 自发的去损有余补不足 那么有些同学也注意到了 一旦你观察到自己身体不在了 就会马上退出这个状态 包括大家练习其他功法 一定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 不要去执着于 素普所讲过的那些知识 无论是胎蟹也好 屁股也罢 听懂了就把这个名词和这件事 统统都忘掉 因为一旦你刻意的去观察 也就违背了我们 道法自然的宗旨 不自然了 就失去了原本自然的状态 老子说 天之道 其有张公也好 说天地之间 其有驼月也罢 其实啊 就是和佛陀讲 八万四千法一样 都是把真理 颠过来 倒过去的举例子给你听 既有希望欲 总有一套说辞可以点醒你 素夫也常常说 物来则印 物去不留 修行的根本 就是为了明心见性 因为只有明心见性 才能真正做到 损有余 不不足 那便离 有余以奉天下的有道者 尽在咫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